妇婆做手杖 能多有一事感 妇婆挑选手杖本 在一大堆本子前 晃动着选择困难症的手 选这本 这本 还是这本 到底选哪本呢 妇婆拿出笔刀 精心挑选了 两只超华丽的新笔刀 每个细节都绝美 今天选哪只呢 妇婆拿出胶带 卓大王 提拉多 兽球 有胸 木子里贴贴 今天翻谁的牌子呢 妇婆做手杖前的 准备仪式 先调制一杯饮品 妄仔牛奶配月干白茶 甜甜的妄仔牛奶 超好喝 现在 PDD有一块钱抢24盒 妄仔牛奶的机会 不动链接 我放在左下角了 截至12月31日 喜欢喝的饱子 快去试试吧 再点上一个香薰蜡烛 喷点香水 温柔的涂上护手霜 妇婆开始做手杖 先选一件花边教带 老公举 发气为先 用奶盖 熊蓝色镊子 优雅丝教带 用粉嫩嫩小马属铲子 温柔压平平 那么 看看妇婆的手杖排版吧 这个粉色系排版 你们觉得好看吗 假如女朋友是手杖博主 她说 我想你 我太想要这次的小马属新品了 你给我买吧 她说 你最帅了 你干活的样子最帅了 我的小马属新品都到了 快去帮我搬快递吧 帅哥 她说 有你真好 大家都想要的徽章 我收到了 每一个都好好看 有你们 我真的好幸福 她说 你是我的美好回忆 啊 小马属居然出了童话主题的交代 玫瑰公主和小飞侠 你们都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啊 她说 宝贝 哇哦 玫瑰公主也太好看了吧 这精致的发型 这华丽的小裙子 我的玫瑰公主宝贝 你也太甜美了吧 她说 你太会了 你居然在镊子的贝卡里面 藏了咕咕贴 这个小惊喜 小马属 你也太会了吧 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心巴 她说 我心动了 别人都在用小黄铲 你居然为我出了小紫 小粉 小绿 小蓝 上面还有可可爱爱的麻鼠仔 我真的 心动了 原来 手杖博主当女朋友是这样的 爱了 听说 你们都想看 粉色系暴躁是手杖 OK 这就安排 拿起装备 准备开选 半天 拍纸 PDD麦西里文化 是7.8能有两句的闪闪交代 PDD一点而已 12.8入手的 可书写交代 粉色变迁 暴风风炫 笔 花笔 霸道 还可以 不许 比特 适合 通常 滑 绳 火 与 它 吃 这次的暴躁是手杖 不过瘾吗 我的小马蜀魔法犀利手杖 已经完成了封之术 殿之术 密之术 今天就来安排最后一个光之术吧 这是一只一只大把 就来一只只一只小把 一只小把 大把 一只小把 一只小把 完成了 接下来的成绩是首帐 我打算做十二星座系列 你们想先看哪个星座 当首帐富婆和穷婆 用同一款交代做首帐 富婆拿出交代 PD迪迈希黎文化用品 十七点八二 入手了 闪闪美食集合 加闪闪生活日记 都超可爱的 今天先选美食卷吧 冬婆拿出交代 拿出珍藏的边角料 同款闪闪交代 用刀四分五裂 依然仔细珍藏着 富婆拿出手帐工具 PD连续文具店 五点九岸 可可爱的花边剪 轻轻松松剪出好看的花边 还有小马鼠直尺 小马鼠四色小铲子 紫色小蝴蝶笔刀 小马鼠方方本 穷婆拿出手帐工具 简单但好用的笔刀 简单但超长的笔尺 普普通通的红线本 富婆开始做手帐 先选一卷花边交代 梅梅打底 格子并且按牌上 梅梅剪出花边 在梨形纸本上 梅梅选交代 用小风铲 梅梅压平 穷婆开始做手帐 手丝不规则边边 用双面胶贴贴 没有梨形纸本 直接在胶带上切割 没有小铲子 用手压平平 富婆vs穷婆 手帐牌版BATTLE 这是富婆的牌版 这是穷婆的牌版 你更喜欢哪一个 事情是这样的 不知不觉中 我的暴躁是手帐 已经挤起了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紫色 现在距离七色彩虹 就差一个青色了 今天就能够 青色暴躁是手帐 词 橋 梅 六 六 三 我今天去看看 下一次 你们想看什么颜色的呢